這次是以今年兔子玉兔當作我們的主題 那我們的主燈是在國務紀念館 那我們這次的玉兔是結合科技 還有包括台灣今年的一些特色 象徵我們是走向一個科技智慧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除了這個主場館以外 跟台北市政府這邊也合作 他們從東區到這個包括這個我們信義計畫區 松山文創園區到101 也有他們的一些精彩的這些花燈的一些展示 也就是說整個城市都是一個我們燈會的展示場 那我們期待在現在剛好是國境解封 所以我們期待國際觀光客來 所以我們歡迎國內國外的觀光客 從2月5號到2月19號到台北上登順便到台灣來做觀光 市長可以講一下那個長榮航情還有桃園航情 然後我們民航局也都有介入在討論 那因為我們期待勞資的協商趕快落幕 因為要不然就影響到很多我們旅客的搭機的一個潛意 所以我們期待勞資本於一個合理理性的溝通 趕快讓這個紛爭趕快落幕 另外就是說在整個過去為什麼兩家公司他們面臨虧損 那主要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航班減少 所以他們服務的班次也減少了 所以我是覺得他們是因為外部的因素讓整個營收減少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集團有賺錢的狀況下可以特別來考量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薪資普遍不高 那如果在集團可以做一些這個協助 對於子公司做一些協助 那我是覺得讓員工好過年 那我是覺得集團可以這個努力來幫忙他們 那我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在整個溝通協調的過程中 雙方都是用一個比較理性 資方用照顧員工 然後勞方也可以考慮 是不是在這些討論過程中 有一些比較合理的一些方案 那我們希望趕快讓他落幕 避免影響我們旅客的潛意 請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像是有時候 希望用這個集團高度來處理這些事情 來照顧員工 但是因為去臺季有人問說 這兩家公司他們的獲利本來就落差很大 會不會有種是譬如說拿東來補齊有點不容易 因為我們在行政院的國營企業 在每年在發這些年終或績效的時候 也有一個叫做政策性的因素 比如說過去對台電中油 他們也不會用他的這個 比如說虧損來算他的年終跟績效獎金 也就是說如果在外面的因素 並不是員工可以左右的 這個可以特別考量 那我意思是說集團 應該對於子公司做一些協助 當然就是說經費還是要從子公司裡面自己出 但是如果他要這些要花這些年終獎金 如果有困難的時候 那集團必須做一些協助 我想說這部分是 因為他是一個外部因素為主的 當然就是說公司的治理 的確你從公司自己來看 每一家公司花多少年終獎金 是看他的績效 但是在集團整個是賺錢 但是子公司是受疫情的影響 而不是說員工沒有認真做事 所以我是覺得這部分是可以考量 幫他們一下 現在是說員工 集團員工成團集團的那個地產好像很誤 似乎沒有還一點提降 我覺得場景的部分 我跟他們董事長已經溝通過很多次 我已經把交換部的態度已經表明很清楚了 那陶寢的部分 我也跟謝斯堅董事長談 他們應該是在明天 會跟他們做一些討論 那一樣 不管是場景跟我們陶寢 我剛才講的 如果他是一個外部的因素造成的 那在母公司也好集團也好 做一些合乎比較人情的這些考量 讓他們好過年 我希望他們這個也可以 也可以參考這樣的一個方向 不一定是 只是用一個績效 然後讓他 尤其集團裡面的這個 年中檢疫差太多了 我想這部分他們可以考量一下 部長因為陶寢在春節的時候罷工會不會被親指責大 陶寢在春節的時候罷工會被親指責大 我 我 交換部不會讓他發聲 我們現在就是積極在溝通 然後 我們盡全力來避免這樣發生 部長會淘擠我們交通部是滿大的口供 那我們他們這次提出來六大訴求 我們會滿足他們嗎 還是說會盡量在一起溝通 他們當然就是說有很多的訴求 但是他們現在最急的就是年終獎金 那年終獎金的部分 我跟華航也做過一些討論 大概有些初步方案 希望能夠達成共識 方案大概是怎樣 讓他們談好不好 就是說 整個我覺得還是一樣啦 兼顧就是說 兼顧他們好過年 然後 要在這一個能力允許的範圍下 盡量來協助 好 謝謝 謝謝 台鐵工會 下午 下午 好 像您看到的 針對目前呢 這個長榮航行 還有桃園航行員工 可能也運量集體請假的事情 張部長我來做出回應了 表示希望勞資的協商 可以趕快來落幕 同時他不會讓桃園航行罷工的事情發生 立刻下載進行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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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